翻开重重瓦力堆 重难人员又拉出一名男孩 他已经受困超过228小时 另外哈泰选又有一对母子 同样被困超过228小时 最后两人奇迹生还 专家指出受困废需要存活超过100小时 已经非常不简单 如果身体被压伤更可能导致肌肉坏死 现在就有幸存者回忆当下 正是靠着自己的尿液才幸运撑下来 土恤强症发生至今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4万多人 而土耳其建筑也陆续被查出 竟然有超过5万栋 根本不符合建筑法规 我认为这里可以住在这里 你会住在这里吗 对 我认为这个观点 主要是建筑后面 救难人员一间一间查看房子状态 确认是否进行拆除 连屋主都来问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住下去 毕竟灾民们的最大期盼 就是早日重返家园 TBS新闻综合报道